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兴奋吧 因为终于可以离开学校 去赚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但是又很紧张 怕找不到心意的工作 怕工作上的困难种种 不知道你是不是即将正在 或者已经经历过了这些困扰 其实吧 我觉得担心这么多也没用 还是最后享受属于我们的大学时光吧 早晨我一般会先空腹学习 到11点这样再吃早餐 感觉这样效率会更高 准备来做胡萝卜沙拉 早晨一般三小时学习后 我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出去散步 烘焙 或者提前准备晚上的菜 这样也可以让你的身体 起来活动一下 上学期我一共修了五门研究生的课 所有人都跟我说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我不仅顺利的完成 而且每门课都拿了A或者A加 同时兼职线上辅导小朋友物理和数学功课 我想说的是不是让你也去选择五门课 而是告诉你 Nothing is impossible 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比如说我 我就想着在这一年内完成学业 开始工作 那我就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 静下心去攻克自己的目标就好 第一个是旧还是平均的 如果是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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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大学期间 一定不要只顾着学习了 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工作 积累社会经验 对 对 今天晚上我们打算用韭菜炒鸡蛋 拿四个鸡蛋吧 今天我们俩都没吃鸡蛋 煮食来下我那天煲的季菜饺子 尝试一下新买的穿娃子 如果你感觉平时学业很忙 没有时间做饭的话 可以周末煲一些饺子混沌 那晚上炒一些蔬菜 快手晚饭就做好啦 而且会比外卖少油少盐 更健康一些 鸡蛋和豆腐都是我们家冰箱常备的蛋白质 不需要解冻 操作起来方便快速 吃的营养健康才能学的更好呀 有时候在家学习会感觉沉闷 需要多巴胺分泌 这时候可千万别去吃甜食 不如下楼去运动或者散步三十分钟 你肯定会感觉神清气爽 不知道为什么 运动虽然是在消耗体能 但是每一次我的身心 却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身体可真是神奇啊 每天开始学习前 先回顾昨天的to do list 划掉已经完成的 看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 将没有完成的移到今天 检查一下近期有没有要du的作业 最后将今天的任务排序 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找到每个科目的联系 特别是上了大学 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嘛 万变不离其宗 其实所有的课都是互通的 如果你找到了他们的相关性 那就发现了学习这个游戏的窍门 最后一定要主动去和教授助教联系 寻求他们的意见 不要害怕和他们交流 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和他们沟通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哦 看到这儿你就会发现我的一天很无聊 就是学习和吃饭 学习的过程确实是枯燥的 但孤独是必修的一门课 如果我有一段时间不想健身了 我就会激励自己买好看的健身服 那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丧失了对学习的热情 不如买些好看的文具用品 换不同的环境学习也是一个好办法 有些人喜欢安静的自习室、图书馆 有些人喜欢白噪音就在咖啡厅学习 找到适合你的地方 偶尔换个环境 心态也会发生改变 买了一间学校卫衣 总而言之 学习需要你有耐心 耻之以恒 不是一晚上就能见到效果的 但任何事都是这样呀 等到你见到效果的时候 我相信那份喜悦也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 最后送给你我很喜欢的一句话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说服自己 驯服那个不想改变的你 说不定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啦 さよ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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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